今天是9月7日,麥當勞首次聯同辣椒仔Tabasco推出三款新的產品 由西多士帶大家來到山道的麥當勞,試一試這三款新的產品有沒有福 三款產品分別是Tabasco洋蔥圈柯格斯,辣椒仔風味Shake Shake薯條 還有辣朱古力Sunday,我們先來講講麵包 麵包的賣相方面大家可以看到,這次跟廣告圖差很遠,明顯廣告圖很厲害 麵包裏面有什麼呢?我們揭開麵包來看看 首先我們會看到炸到焦了一點的洋蔥圈 洋蔥圈上加了辣椒仔的蛋黃醬 下面還有一些洋蔥絲,還有一些酸青瓜 下面就是星力槌的那塊牛肉漢堡扒 下面就是一塊白芝士,還有一些煙肉片 我們先撕一點洋蔥圈,試一試醬 醬吃下去其實就不太辣 相對而言,Signature 那隻狂野火辣脆雞那隻辣醬 就比這隻辣醬辣得多了 我們再試試整個包這樣咬 好坦白說,今次這隻包配搭洋蔥圈 就嚴重突顯了麥當勞安格斯堡一成以來的問題 就是它漢堡棒不夠juicy吃下去會覺得很乾真真 再加上炸洋蔥圈好吸水,就顯得整個包都很乾爛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新包,漢堡扒和洋蔥圈不太配搭 醬料的味道也不是特別出色 所以我覺得試一次就夠了 之後我們再講下Shake shake粉 這個Shake shake粉也是Tapasco辣椒仔味道 熄完之後我們試試味道 吃下去也不是太辣 味道有少少甜點的 有點像以前出過的韓式泡菜 又或者蜜糖芥末的味道 但對比起那兩隻 我就覺得這隻味道略為淡了少少少 如果真的想吃辣味的薯條 讓我選擇的話 我更加喜歡點泰式辣醬 最後我們再試一個辣巧克力Sunday 這隻和普通的巧克力Sunday 比較起來的色澤是偏紅了少少少 我們只試一個巧克力醬試一試味道 不像剛才的兩款 這隻醬吃下去真的可以辣 其實未吃之前 我會覺得這隻辣巧克力Sunday是一個福利 不過吃下去又覺得 這隻味道其實都可以接受到 不過就覺得 巧克力味和辣味是完全分開了 吃完巧克力味過了 才能感覺到一陣辣味 兩隻味是混在一起的 而且這隻醬混在一起吃 就沖淡了辣味 變得近乎完全不辣了 總括來說 今次這三隻新款的Tabasco產品 我就覺得 不夠辣 味道一般般 除非你是Tabasco辣椒仔的中手粉絲 喜歡它那陣酸酸的辣味 不是的話 西多士就覺得 試一次就夠了 當然 口味的東西因人而異 如果你都試過這三款產品 歡迎在下面留下你的留言 講講你對這三款產品的意見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